汪涵曾给她打杂,因妻子怂恿辞职耽误大号前途,沦落到做婚庆主持。 说到湖南卫视的女主持,还是挺多的,谢娜无心为主,同时沈梦辰,金梦佳,丽莎明子,梁田等小花旦也在培养着。 但湖南台的男主持最有影响力的还是何炯和汪涵了,两人分别作为快乐家族和天天兄弟的大家长。 不少网友也曾质疑两人关系不好,毕竟两档节目要争收视率吧。 但熟悉二人的网友都知道两人是好友,关系也是不错的。 何炯做客天天向上的时候,汪涵说道,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哥和一姐,只有兄弟和姐妹,也是很暖心了。 除了汪涵和何炯之外,你可还知道,之前还有一个人算是湖南台的一哥,他就是孙明杰。 1996年到1999年,孙明杰是湖南台妥妥的一哥,那时候何炯,汪涵还没有被发掘。 王涵高进湖南台工作的时候,负责给孙明杰打杂,最多可以在节目里客串一下,录个脸。 孙明杰主持的幸运97曾拿下60个点收视率,这打破了湖南台的记录,快乐大本营都无法超越。 这档综艺的女主持是丑小,两人也是金牌搭档,但后来丑小主动离开这档节目。 据说是孙明杰想让自己的妻子吴明和自己一起主持,变为夫妻档综艺。 变为夫妻档之后这档节目收视率下滑,孙明杰妻子也觉得没多大前途,就怂恿孙明杰跳槽。 结果俩人双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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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3年的时候孙明杰参加了一档综艺选秀节目《中国最强年》。 然而作为湖南台的网牌主持人孙明杰,已经有观众能认出他了,着齿令人唏嘘啊! 所以工作还是要踏踏实实,不能好高无远嘛,尤其是一着圈的艺人们,总要找准方向,然后再坚持,频繁跳槽总是会出问题的。 不管怎样,艺人们还是且红且珍惜吧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front 踢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